胡塞CG中资货人事件到底是确有其事呢 还是有人故意歪曲视听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连观的 自新游人八一冲突爆发以来 胡塞武装一直在红海地区 CG过往上船 表面上他们算称指CG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用这种行动表示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野蛮行为的强烈抗衡 但实际上大部分经过红海地区的船只都没能免受细劳 近日美国方面坚称 野蛮胡塞武装CG了一艘名为黄泡号的游轮 与以往胡塞武装打击船只不同的是 这是一艘中国游轮 但事实真的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吗 要知道曾经在事发前胡塞武装 曾在事发前几天重申 他们坚决不会袭击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 但是目前胡塞武装方面还没有给出官方的回答 到底是确有歧视呢 还是美国故意捏到外去视听 到底是胡塞武装故意为之呢 还是不小心打错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事件真相尚未明了时 美国就急忙跳出来 并且在各大社交媒体和国地平台上 打似宣扬 言之糟糟地说 这就是胡塞武装干的 由此看来 美国的态度不可谓不浪人怀疑 抱着借机拱火 幸灾乐祸的想法 美国拔不得中国赶紧跟也门交捂 红海局势再度上 对此呢 我们丝毫不感到意外 因为美国一向落实 美国早就看不惯 胡塞武装使劲逮住自己的船只 好样貌 自从去年 胡塞武装预想袭击 马世纪杭州号卫国后 反而被美军击毁了自己的三艘船只 胡塞武装呢 就对美国的军舰船只展开了疯狂报复 并把美国串只列入合法打击目标的军单 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 但面对红海原住民胡塞武装 也感到十分头疼和束手无策 所以呢 雅兹必报的美国 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次胡塞 好向CG了中资货轮的机会 其根本意图呢 就是要挑起野门和中国之间的纷争 加剧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 印度军方也蠢蠢欲动 大家要知道 虽然红海和印度隔了整整一个印度洋 但是呢 这一点都不影响印度海军远隔万里 每当红海地区发生商船袭击事件时 印度呢 都是第一个反应者 并且 在红海地区大袖击肉 红海地区哪里有袭击事件 哪里呢 就有印度海军的身影 但这次在胡塞武装CG中资货轮事件当中 印度呢是一反常态 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印度海军的身影 而是呢 由美国三方面来主导声明 对外参称 是胡塞武装CG了黄埔号 印度这种反常的做法 不免让人猜测坏 难道胡塞武装CG中资货轮事件的背后 还另有引停 要知道 按照印度以往的尿性 是不可能放弃这种大战身手的机会 因为通过这种机会 印度既可以展示自己国家的肌肉 又可以压我们一套 最终 无论事件的真相实情如何 我们都希望 加沙地区的战火 早日平起 激早换洪海地区一片明定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